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费不足 钱不够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敢在明年就实施呢 今天又说到只要财务状况改善的话 就会来不排富 那么钱够了再来实施不行吗 重点是钱的问题 中央你是不是应该跟地方好好的来协调 地方还没钱你就真的跟着转弯 但重点是最后怎么又动到人民的荷包 怎么会脑筋往这个方向来转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执政 我们常会问到 政府到底是不是嫌民调不够低 我们今天探讨12年国教又转弯的问题同时 也要带您看看 哇这个会计法上个 五月底修法一路变变变 变到现在呢 要来提富裕的问题的过程当中 到底对蓝绿带来多大的伤害 这份最新的民调呢 重点是要告诉我们的政府 民意究竟在哪里 你是不是该好好的听听 台湾顾问团 我们关心台湾 今天先介绍到四位来宾 再来好好的谈 首先第一位右手边的是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季国栋 国栋好 向今午安 好第二位我们介绍 今天现场请到的资深评论员 唐湘龙 大家午安 好在我左手边 第一位请到的是呢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许天才 大家好 好再来今天基于请到的是 台北教育大学教授 庄祁明老师 台港后 好我们就赶快带大家来看到 今天大家都在关注的 12年国教性的一个大逆转 排不排富有了新的一个发展 什么叫做排富双轨制 义务教育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方 我们赶快带你来看 谢谢 教育部长蒋伟宁面色宁众 手拿厚厚一碟的资料 一大早就来到国民党团报告 注意向立委拜托 因为12年国教政策大转弯 原本高中值不排富 变成分阶段性的排富 就怕立院临时会不通过 中整最后整个国家的财务的状况 跟这个行政院跟总统这边 进一步的这个交换一届以后 也觉得说这一个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间点上 把我们更多的资源放在我们 比如说几个主要的重点 就是说优质的高中值的发展 因为财政困难 12年国教排富政策确定了 针对高职生 抬取不排富 也就是全免学费 估计受益36万人 但高中生的部分 抬取阶段性的排富 连收入114万以上的家庭 得付学费 预顾影响28万人 但就有家长通缉 难道教育还分双回制吗 如果有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 同时在念高中高职的时候 我的负担其实也非常重 年入114万来讲的话 你是不是严重的在惩罚 所谓的双薪的中产阶级 面对外界质疑114万的标准 打哪来 讲为您说 这是排富条款的基准 像是公司力高中值的学费补助 从101学年开始 教育部就针对家户所得 114万元以下者 补助公司力的学费 但是没有区分单亲双亲 单亲双薪 还有家庭孩子的数量 我想我们会做深入的探讨 原则上不过大概已经是 在这个基础上来 依据过往的排富标准 依据原方案全面部排富 政府得负担210亿元 但新方案后 阶段性的排富 估计可帮政府 省下17.5亿元 但毕竟教育是百年的大计 怎么能不断变动 面对外界马上不断 许问若推不动 是否会影响去留 共同答应的事情 我们尽力而为 强调尽力而为 但12年国教牵扯的层面广大 能否做到减轻学生家长的压力 教育当局恐怕还得飞行资料 最近新闻王称卫章一把台北报道 看到这或许大家要问到 这个12年国教究竟所为何来 最大精神一个叫做免试入学 一个叫免学费 那么现在好 那免试入学已经不是免试入学了 现在出现了你要会考 你要有特招 那么现在免学费是双轨制 渐进式 这个适度性的一个 适当性的一个排富 这么多新的名词 在今天创了出来 我们当然要问问是 执政党的立法委员 纪国东纪委员 这么多的新名词出来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这个事情发展 马政府到底成为一个问题的制造机 还是新政策执行的一个执政党 现在看不出来 适当性的排富是美其名 我觉得应该叫选择性的排富 选择性的 其实在100年的元旦文告里面 马总统就公开宣称 然后跟国人讲说 在103年要国民教育 12年国教 而且全面免费 因为他讲了全面免费 那讲了之后总要执行 不然人家讲说 你讲一讲那不算话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 本来想说 这个全面免费应该负担还好 还可以接受 但是问题来了 最近这几年 大家看得到整个经济环境非常不好 几十亿本来不算什么 可是光是去年的证所税 证交税短售五百多亿 还有其他 那是证所税搞的也是 对对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反正很多地方 然后经济没有弄起来 整个国库的负担增加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六都 应该讲五都 五都市长 他们全力反对 刚开始国民党的这些市长 这个都反对 现在只有台北跟新北市 他们愿意从国立高中 把它变为十厘高中 四厘 但是其他都还没有 那不只是国民党 包括民党的市长 连陈局市长他都讲说 他有六亿要治愁 那赖清德讲得更重 他说交易经费 他有二十亿 这二十亿这落差 这落差 他说不可承受之重 你知道我一定没办法 只有陶渊 我看讲的比较含蓄 他没有说赞成反对 他说请中央全力支持 或者就是说 这个六都未来 就是这些国立的高中 都要变成势力 当然以后整个经费 他们转嫁过去 然后在没有适当参与之前 他们一定反对 你中央没有给我承诺说 你这个钱你们要负担 我当然说我反对 所以说实在 也是因为地方租口群体反对 然后总统讲的这个证件 不是证件 就一百元当文告的时候 已经讲了 怎么办呢 总要落实 但是我觉得还有转环的空间 就是我们希望 114万的这个年收入 你怎么来的 114万的家庭年收入 等于一个月不到10万 你说排付 我实在想不出来 什么叫付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 是不是重新可以检讨 另外一点我觉得 那像市立的一个补助 也好跟我们国立的一个补助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 国中 市立的国中跟公立的 其实他们市立就有补助了 现在就有了 你说政府有给补助吗 有有有 有补助 有补助 补助到哪里 一般学生家长 有敢接到这笔补助吗 以后 就是说 现在市立国中有补助 他补助学校 是 补助学校里 那高中 就是说现在 其实现在高中学校 也非常的紧张 他很紧张 他说我现在学费了两万多块 那一般的公立高中 是五千多块 大概是五六千 那到时候你补助多少 是不是有个标准 或是说我自己还要 自己要负担一部分 换句话说现在都没有一个 非常明确的方向在那边 所以大家都很紧张 那为什么这么急 我刚才讲过 就是因为马总统已经讲了 那讲的总是要执行 但是我想 今天这个蒋部长 在立法院 他有去做一个 我们党员大会 有去 现场所有的立委 我看好像没有人赞成 没有人赞成 大家都反对 大家都说你为什么这么急 而且你为什么要排富 那你既然讲说 全面就全面嘛 但是我刚才讲 原因在此 所以明天 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到立法院来做 专案报告的时候 我想看会不会 有新的一个方向 或是更明确的说法 我想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真的还要再变吗 明天会有新的说法 如果是江院长 亲自来做报告的话 临时会今天正式召开了 立法院的临时会 那明天的最重要事情 就是江一华院长 要来报告 就是十二年国教的一个进程 当然重点是 今天下午待会 关于立法 行政院提的会计法 的一个复议的问题 也要在立法院做处理 但是十二年国教 这么重要的案子 因为有很重要的一个法案 在这也必须 借由临会来做通过 但是刚才听到 我们执政党的委员 在这里说到了 这么多的问号 在这的不确定性 明年五月就要进行会考 那么现在第一届的这些 所谓十二年国教 第一届的孩子 和家长们到底该怎么办 那现在这么多事情 都没有定调 对学校来讲 不住也没有确认 那这个政策 到底需不需要实施 我们接下来就请庄老师 其实庄老师为这个事情 也特别写了一本书 在农历年后就已经出版了 对 可见对十二年国教的问题 您非常清楚 教育大学出来 而且您本身担任过校长 然后看到 以前的方案在这里 其实我们说 刚才讲到元旦的文告 一百年元旦文告 其实不只是宣告 一百零三年度 学年度要开始 但其实我们的公司力的 高职免学费 其实在一百年的八月份 就开始实施 当初也是排付 就是跟现在一样 那个一百一十四万的一个门槛 那么接下来高中要排付 一百一十四万的门槛 高职不排付全部免费 这是不得不的一个结果吗 老师您就是本身 这做教育可以接受吗 这样子吗 我觉得国民党这次 我行政院这一次这样做 我完全无法想象 为什么 才省十七点五亿 各个部会 每个部会预算省下一亿 十七点五亿就有了 就够了嘛 这么小的钱 但是你变成 动到这么大的精神 为什么 立一个法 立法委员在这里 立法的精神要很明确 所以本来国民党的精神是什么 他是义务教育 所以因为是义务教育 所以他免试 然后免学费 这是他的精神 那现在免试破功了 对不对 你免学费破功 那两大精神都破功了 你这个法再定下去 一定是开花的 再来我再讲一下 你这次这样定 我觉得更好玩是什么 因为它是选择性的 像我已经讲了 选择性的排付 那问题就来了 会计法为什么会出问题 我认为会计法 也不可能再修了 明代跟教授有什么特权 他们做这些事情 不要被处罚 明代是在制定法律 让人家遵守的 制定法律的人 违法说不算 教授是在教人家 不要违法的 那教人家不要违法的 做这个事情不算 那这些比较没有知识的 要受罚 是完全违背 宪法的平等原则 这个也是一样 为什么我的小孩子 读高中 那我就被排呢 教育类别歧视 这个法如果定下去的话 我跟保证 我绝对去申请视线 因为他在教育类别上 在进行歧视 基本的精神都弄错了 而且才省17.5亿 我奉劝 国民党的立法委 明年会多一点 不是多一点的问题 一年也才34亿 我说过你整个的预算 国家总预算多少 你省下这些钱 但是对整个教育 长久的百年大计的立法 立的这么的轻率 值得吗 好我想想看 是 所以老师您是觉得 他是叫做义务教育没有错 不过 12年叫义务教育没有错 对不对 其实现在 那本来的精神是叫义务教育 因为义务教育 所以他才提出免试跟免学费 现在你把自己的精神都摧毁掉了 你这个法怎么定下去 我补充一下 好市长讲说 这不是义务教育 他说非强迫入学 是 我王斌市长讲的 那是他讲的 那是你们本来精神是义务 对 好的 所以大家说 你既然叫12年国教 我们叫了这个几年下来 国民义务教育 既然是12年国教 义务教育 为什么在这里还要考试 为什么在这里还要来付学费 那么现在呢 免事已早就破空 这个牌付的问题 这时候也正式确认要 好 那所以说这个12年 国教 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意义 还是根本就 打回原点 就跟现在 就继续去考试 考什么学校 怎么付钱 那是你各个家长 跟学生的一个选择 所以在今天 也有立委 也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这到底是福利政策吗 这是社福政策吗 我们的执政单位 到底有没有搞清楚 到底他是什么样的精神 如果我们要搞清楚 什么样的精神的话 再走下去 刚刚庄老师说 要去视线了 我们讲过两天 会不会有人说 要去上街头了 这个已经剩不到 一年时间要实施的案子 到现在还摆不平 搞不清楚 好 所以这样子免付 这个到底要不要免费 到底要不要付费 到底要不要排付 114万这个标准 到底要不要做调整 接下来问题 我们谈到这 就已经这么多了 好 所以12年国教 那核心问题究竟是什么 是钱的问题吗 既然要搞国教 你钱没有准备好 为什么要上路 还有其实重点 还有考试的一个改革 但现在改革 似乎也已经不可能再改了 那么就要来看到说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 到底我们现在高中职 读书要花多少钱 现在明年开始的话呢 如果是排付的高中生的话 那当然看到 这个学费 原本是一年大概 1.24万 1万2千多块钱 那么在私立的部分 大概要4万多块钱 那么在高职的部分 当然是差很多 有一般类别的 跟艺术类别的 所以这个真正排付 能够不要缴学费 当然可以省下不少钱 但是这个排付 不要缴学费 这样子一个门槛 到底合不合理 这当然是另外 衍生出来一个重要的问题 刚讲114万元 什么时候出来 定出这114万元呢 10年前的台湾省 台北市跟高雄市的 加户平均所得 讲到钱 我就要问一下这个 徐委员 10年前的加户平均所得 台湾省加台北市 加高雄市 定出114万元这个门槛 10年后现在试用吗 我头头想问这个问题 但我突然想到说 实在是经济很差嘛 大家薪水都没有增加 所以这个门槛 也不应该增加 这个问题 这个他没有弄清楚 10年前跟实验后 一个重大的差别 在于贫富闲丝恶化 没错 贫富闲丝恶化以后 有些是114以上很多 114以下也是很多 但是这个时候百分比 有了一个变化 所以这一次很简单 第一个 一定要如期实施 因为这是马英九的胜誉 历史定位 一定要实施 高中这个免试升学都好 要从我开始 我可以跟蒋介石 比历史定位 当时国中是这样搞的 你说说没有教师也上课 也是蒋介石给他的 我这个跑到台北来插班 也是蒋介石给我的机会 我的学校被解散 历史就是当时这个国中 他今天他要追求历史定位 没有人敢说不可以 要急 急的话有什么好处 先走 先上路再说 不要变成16年 这个总统选举的话题 先上路 历史定位先拿的 第二个 有没有准备 有 有准备 但是大家都想 他那一套去准备 根本没有人在整合 院长在哪里 院长先换 这个部长在哪里 部长换好几个 是谁在整合 在遵行这个马的旨意 要好好把它做好 没有 所以都是冲促上路 那今天民粹上来了 既然是好事的话 虽然说民调 有超过一半是反对的 事反则员 准备好再上路 但是今天大家说 好多人今天在期待 你不要给他落空 老公这就变成永远的敌人 永远心里不满 所以连民进党也说 不宜暂缓 不宜暂缓 连民进党也不宜暂缓 这时候谁敢缓 就这样子 马英九厉害 他历史定位 大家都不得不欺从 我在这里 为了三次几亿 或是十七年几亿 笑话 为什么 因为五都的市长 说我不能帮你办 因为我没有钱 但是他们又不敢承诺说 好嘛这些钱我跟你中央买单 他又不买单 又怕得罪五都的这些市长 所以就弄出一个假平等 叫做排富 这个排富很好听 因为现在民气可用 对有钱人大概心里都有一点不送 115万的收入就叫做富人 对啊 十年前的啊 是 那十年后呢 今天200万都不算富 甚至500万也不算富 看他的这个消费 结果是怎么样 他们住在台北 跟住在南部又不一样啊 南部如果固定收入 有114万的话 可能真的够得去 台北市114万怎么过日子啊 所以这些他都不去考量 再来从收入面来讲 这三十几万也好 三十几亿也好 其实五十亿啊 如果一个能干的财政部长 如果一个能干的经济部长 如果一个能干的行政院长 可以跟马总统说 五十亿我处理 五十亿我处理 怎么处理呢 我也敢跟他打包票啊 如果去年啊 财政部在财政委员会 部长在财政委员会 听我的话 不要搞这个8500点 现在这500亿也不会平白损失啊 这都是我们当时一再跟他反对 我那个版本不少 这个专业的报纸说不错 我说这个时候也不要说 水的版本好不好 不要做了 我也放弃了 但是不要回复原点不要做 不听啊 今天8500点 要用零食会把它停掉 因为它开凑了毒药 让人家吃毒 结果今天民进党也陪葬啊 民调也陪葬啊 怎么搞成这样呢 那是整个国家 它人民对政府的这个信赖度 对政府的这个信任度 都已经崩盘了 这才是重大的损失 30个月的圣上 有能力的人 300亿一年都好处理啊 好 所以讲到 这个一整年的话 是大概是34亿左右 那现在我们讲个17.5亿 因为明年的8月份 正是14岁 但是明年下半年 应该只有一个学期而已 一个学年是有两个学期嘛 所以呢 一整年度来讲 大概是34到35亿的一个费用 这笔钱我们现场已经 两位委员都说 哪里筹不出来 但是现在就告诉你筹不出来 所以筹不出来情况之下 要牺牲是谁的一个权益 现在这个 被排到负的人也不高兴 没被排到的也不高兴 现在会说 接下来呢 去选择念高职的孩子 是不是让人家知道 你家比较没钱 所以那去那个免学费的地方 要不然说 在同一个学校里头 好 在这个 是不是这个 有钱没钱 拿不同的学费单 在这里是不是 也是有标签化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再来看到说 这个问题 现在是我们的政府 是不是越弄问题越大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单单只看 这个礼拜到现在的一个变化 我们应该怎么看到 它其中的转折 因为我们政府 在我们这一阵时的 施政以来呢 变变变 变了很多 郑总说刚刚讲 变 会计法变 设定国家又变 好我们来看到 在10号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么多的 六都的首长 通通讲话了 今天讲到都很穷 所以都是反对 包括民进党 两个执政县市首长 也是这么讲 即将身为六都的 桃源县长 吴智洋也说 希望中央要全力来支援 但是当我们看到 蒋伟林部长 在11号 依旧强调 免市免学费 是主轴是完全不变的 因为一旦排复的话呢 政策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就隔了一个晚上 不得了 昨天呢 江淫化院长 跟蒋伟林部长 进行了一个密会之后 于是排版出 这样一个最新的一个方案了 我接下来就请相容 好 到底施政 为什么要变变变 实在是一开始的设计 就不对 所以不得不变 顺从民意嘛 这也是顺应民意的一个讲法 还是这个十二年国教 就像刚刚委员他们分析的 因为是马总统的政策 不得不做 硬干也要做下去 就这么多问题 全部人民吞下去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就算是马英九的政策 就算这个是马英九坚持 我相信当然是马英九坚持 他在政策里面已经表达 那今天台湾是一个 民主国的国家 我们选出了总统 总统有他一个 一个具体的对教育的政策 他在他认了之后 坚持落实 我觉得在政治立场 政治负责来讲 我们并不需要用政治的语言说 这个是因为马英九要做的 所以他现在坚持要做 其他人都配合他 其他人当然配合他 要不然我们要总统制干干什么 总统我们选出来 其他阁员他认命 这些阁员如果不能够 配合总统的总统 当然你必须要给总统 一些专业的建议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 一些技术面上面的问题 包括两个技术面 第一个就是说 你在推动的过程当中 裁员怎么办 第二个就是说 你十二年国教实施了之后 教育的品质会提高吗 这可能是庄老师 他们最在乎的 其实也是我们整体来讲 今天如果多花一点钱 制度的变革 可以挽救过去 我们在推动教改之后 所形成的两个世代的白老鼠实验 到今天大家整体都不满意 觉得我们世代的教育品质 是在下滑 年轻人竞争力的是在下滑 如果能改变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多花一点钱 大家都OK 当然在整个制度面上面来讲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显然你政府在面对到 面对到就是十二年国教的时候 它的一些基本问题 钱从哪里来 它不能用挤的 它不能用丑的 它不能说今天少十七亿 十七亿并不是 十七亿仍然是钱 因为它是一个长时间的政策 它不是只有今年 不是只有明年 不是今年我成功了 我凑了十七亿出来 那明年呢 它每年都需要这么多的钱 那也就是你要有一个 稳定的裁员的规划 这是十二年国教当中 甚至你要清楚的讲 就是说 它一定会对其他的政策 造成排挤 那你排哪些 这些显然并没有讲清楚 十七亿从中央政府 总预算一兆多 一兆一到八九千亿的规模 当然并不算成什么 那这个时候 你何必要这样子排 它似乎只要杜悠悠之口 老实讲 十七亿多 你能排多少吗 你排的也不多啦 那你为什么 一定要把这十七亿多 十七亿多 愿意接纳地方政府 你就算是六都平均分摊下来 一年一都才多少钱 不到三亿 你今天把这个各都的预算拿出来看 老实讲 各都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而且主要是在一个大都会区里面 何必大家排 它无非就是 既然地方政府已经有这样的声音 我反而觉得在这排复这件事情上面来讲 多了一些选举的考量 多了明年六都选举的考量 第二个就是说 这个一百一十一十四万 我觉得想的还不够精致 我基本上同意讲我的你的看法 就是说你一旦就是说 不全面排富的时候 它接下去衍生的技术面的问题 会很多 那包括刚刚委员提到的 你说今天如果在台南 在高雄 以它的物价地价房价的角度来看 一百一十四万 我觉得在当地可能会觉得说 我算是不好的 讲得出出口 但是如果你今天在台北市 你平均下来一个月十万块钱不到的收入 那夫妻两个可能要双新家家庭 维持一家的生活 同时一个小孩子在念书 我们还是假定只有一个 比如说你今天在排排富的时候 如果说同时有两个孩子以上 你是不是通通排 我觉得你基本上面 你在设定排富条款的时候 你应该考虑到一点 就是说如果一家 同时有两个以上的孩子 在高中以上的这些学校的时候 是不是只排一个 你不能通通排 通通排了之后 最少我个人就接到一些家长的反应 我们家三个现在都是高中以上的 那怎么办 我大学我跑不掉 大学马上缴学费 一个月不管公私利 现在大概都是六万左右 那我再多了一个高中生 这样子也要排吗 如果一排了之后 等于就是说我跟其他家庭来讲 我不但没有富有相反的更贫穷 这些技术面向的问题 我想它不是单纯基于政治的考量 做一些简单的宣誓而已 它确实反映出 今天政府在推动这个政策 大政策方向我支持 因为民国57年 从这个九年国民教育之后 到现在为止 已经四十几年的时间了 台湾的教育政策 是不是该往前再跨一阶 这点是大家应该 基本方向要要支持的 但是技术面上面来讲 我就需要更有说服力 那你觉得江伟宁怎么办 才被打脸 最近当然流行打脸 马打江的脸 那江是不是打了我们部长的脸 我倒觉得这种 这种去留的问题 其实它那不是讨论的重点 因为部长当院长还没有做财事的时候 部里面有他既定的看法 这OK 部里面有他既定的看法 那地方政府有他既定的看法 大家在一个行政院的层次上来讲 凭且凭做各自表述 那今天如果说 如果如果说蒋伟宁部长的主张 得到了院长的财纳 那是不是这些六度的市长 都应该要请辞 也没有必要 我觉得大家都从自己的立场各自表达 表达完了之后 我认为这个是一个妥协性的方案 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蒋伟宁 以今天教育部所做的规划来讲 绝大部分都得到了行政院的采纳 他终究只排了17.5亿 那只排了这么一点点而已 你说他的政策没有被采纳吗 不 99%都被采纳了 但是这个采纳 那17.5亿 他虽然不会动摇到根本 但他所引发的一些技术面上面的问题 我觉得接下去会有很多的争辩 好 谢谢湘龙 所以他这个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如蒋部长之前自己讲的 如果一旦排富华 事情就会更复杂 没有错 那现在很多问题要开始来做一些严厉 包括刚刚讲到的 钱从哪里来 那么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怎么拆账 当然还有重点是 这110万门槛要怎么 那家里一个两个孩子 三个孩子的话是不一样的状态 还有地区性的一个经济上面的落差 最后该怎么来看 明天呢 行政院长江营华道立法院做报告 会有新的说法给大家吗 我们不得而知 但重点是 在这个变来变去的过程当中 这是一个政治妥协吗 只为选举考量 为什么牺牲的是人民 也难怪民调越来越低 待会回来我们带您看看